这对情侣刚刚睡醒,却发现昨晚居住十万亿晚的海景套房近一夜之间飘到了海上, 周围除了海水一望无际,夫妻俩回想起昨晚的事情,瞬间感到懊悔不已, 早知如此就该听从酒店的建议,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, 这对甜蜜的夫妻来到海边度蜜月,丈夫杰克为了哄妻子开心, 花了十万租下了海边的一个小木屋,看到这美丽的海边风景, 妻子丽娜自然也是很开心,迫不及待的跳入海中,静情享受着美好的度假时光, 可杰克却发现自己的手机在这个地方没有信号, 时间来到晚上,天空突然电闪为明,暴雨即将来袭, 可夫妻俩并没有把它当回事,还觉得这样更有情调, 不过,他们刚入室不久,前台的酒店就打来了紧急电话, 通知他们,今晚会有特大暴雨,海警方非常的不安全, 很有可能会被淹没,并可以为他们更换房间, 而杰克却觉得这只是一场雨而已, 非让妻子婉拒了酒店的好意, 随后两人便沉沉睡去, 殊不知,外面的海水早已漫过了桥面, 随着暴雨越下越大,夫妻俩被巨大的海浪升惊醒, 这才发现为时一晚,自己的床下竟全是海水, 天军一霸之际,巨大的海浪一面扑来, 海警方与地面的连接处被瞬间砸断, 猛烈的冲击也让杰克失去重心,将他的小腿摔成了骨折, 丽娜见状赶紧爬到电话这边,想要给酒店求救, 镜头海水的电话已经彻底报废,眼下的他们只能自救, 可丽娜却发现,他们脚下的房子好像正在离陆地越飘越远, 她挥动双手向海军的救援队求救, 但他们实在是离得太远了, 再加上暴雨的声音巨大,根本没有人能听到他们, 为了保存体力,他们刚想要回到屋中避雨, 后不担心,一块巨大的礁石突然出现, 丽娜被巨力的撞击甩出屋外,好在杰克将妻子的手紧紧地抓住, 可就在木屋的前方,一块更大的礁石马上与他们相撞, 在这危机时刻,杰克为了救下妻子, 直接就把丽娜推入了水中, 她赶紧向礁石的反方向拼命了游去, 丈夫还有木屋都被礁石撞成了两半, 她赶紧游回木屋, 好在丈夫除了腿部受伤外并没有其他大碍, 丽娜提议可以先到礁石避难,然后等待救援, 但杰克却说自己的腿部情况根本就爬不上陡峭的礁石, 没有办法, 丽娜只好陪着丈夫留在木屋中寻求生机, 两人筋疲力尽, 丽娜给杰克的腿进行了简单的包扎, 随后便累得昏睡过去, 第二天醒来, 丽娜彻底懵了, 因为他们的海景房已经飘到了大海的深处, 妻子开始埋怨丈夫, 如果昨晚听从她的意见去礁石上, 说不定现在已经得救了, 杰克急忙安抚妻子的情绪, 告诉她现在风不大, 也许她们还没飘出多远, 然后让妻子尽可能的去搜集有用的资源, 在丈夫的指引下, 丽娜下潜到了水中, 果然, 在海景房的底部找到了两瓶未开封的矿泉水, 然后又发现了他们旅行带来的背包, 可突然出现了一群怪鱼把她直接下出了水面, 杰克说, 他们现在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利用手中这有限的资源, 尽可能的多撑几天, 毕竟这个木屋这么大, 救援队应该还是能发现的, 时间来到下午, 丽娜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, 立马朝天上拼了命的呼喊, 而杰克却让她保存点体力, 因为以目前直升机的高度, 根本听不见她的声音, 第二天, 丽娜被太阳晒得口干舌燥, 突然, 一滴水落在了她的脸上, 她赶紧起身喝了几滴, 确定这是漏水之后, 越拿来水瓶接了好一会儿, 然后喂给了丈夫, 这时, 丽娜听到了大型机器的轰鸣声, 原来是一艘巨大的货轮从远处经过, 强烈的求生欲让她的大脑飞速运转, 她先是将瓶子里灌满海水, 然后再收集一些晒干的碎木头, 利用瓶子凹净的原理来点燃木材, 希望霍伦能看到冒出的烟雾, 经过两人的不懈努力, 虽然烟雾是越来越浓, 但霍伦却离它们越来越远, 由于丽娜过于心急, 她让丈夫将所有的东西都盖在上面, 想以此来获得更大的浓烟, 不料, 火势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, 眨眼就将整个木屋彻底点燃, 两人赶紧跳海逃生, 这一次的烟足够大了, 但仅剩的木屋也彻底没了, 它们只能趴在木板上飘着, 一个恐怖的鱼鳍正在向它们迅速游来, 丽娜被吓坏了, 一定是丈夫受伤的小腿引来了鲨鱼, 两个人被吓得拼尽全力向立旁的木板游去, 但由于杰克的腿部受伤, 它们只能缓慢的前进, 恐怖的鱼鳍围着它们绕来绕去, 眼看的就要来到眼前, 原来是一群好奇的海豚, 两人互相安慰对方, 并且海豚是人类的好朋友, 两人继续趴在木板上寻找生机, 由于杰克失血过多, 很快便在木板上昏睡过去, 摔下了木板却被一只巨大的鲨鱼一分为二, 两人越飘越远, 偏偏杰克还遭遇到了鲨鱼的冲撞, 心急之下, 丽娜拿起手边的木头直接跳入水中去营救丈夫, 丈夫也终于浮出了水面, 并死死的抓住面前的木板, 眼看着就要得救, 水中的鲨鱼却猛的咬住了她的小腿, 丽娜赶紧用木头不停的向鲨鱼刺去, 鲨鱼被成功击退, 把丽娜只能用尽全部的力气, 尽量的离开这一片满是鲜血的海域, 她拼了命的滑, 不知滑了多久, 直到再次昏睡过去, 可丈夫却怎么都叫不醒, 过了好一会儿, 她才发现, 原来丈夫的双腿已经被鲨鱼给吃掉了, 丽娜悲痛欲绝, 第二天, 丽娜被一阵水浪声吵醒, 她发现身边丈夫的尸体不见了, 她刚想要起身寻找, 却发现海面上的两条鲨鱼正在对着丈夫大快躲移, 而昨晚的沙地也被海水的涨潮迅速淹没, 为了躲避那恐怖的鲨鱼, 她向着岸边快速前进, 患乱中, 她一个不留神, 水底的山洪石将她的脚直接刺穿, 海里的鲨鱼被鲜血引来, 直接扑咬在了她的大腿上, 在这生死关头, 丽娜拿起水下的一块石头, 朝鲨鱼的眼睛不停的猛砸, 直到鲨鱼彻底松口, 这才让她逃过了一劫, 丽娜扯下泼烂的衣服, 对大腿进行简单的包扎, 她继续的朝着岸上走, 可还没走多久, 便重重的摔倒在地上, 不知过了多久, 她再次醒来, 为了生存, 她决定向小岛的深处探索, 丽娜爬上了一块巨大的岩石, 终于在洗, 赶紧的向渔夫游去, 拿起里面的水桶大口的喝了起来, 可很快她就全部的吐了出来, 没有想到里面装的是白酒, 她将正在熟睡的渔夫叫醒, 但由于两人的语言不同, 她只能用肢体语言尝试描述自己的经历, 好在渔夫看到了丽娜腿上的伤口, 由于伤口柱一直鲜血横流, 渔夫决定立刻为丽娜缝合, 她先是将鱼钩掰直, 然后用白酒倒在伤口上进行消毒, 丽娜忍着剧烈的疼痛, 缝合终于完成, 丽娜也疼得昏睡了过去, 此时的男人跳入海中, 打算捞起水下的竹笼回家, 可一个巨大的影子却打断了她的行动, 不知过了多久, 木桶上的丽娜终于醒来, 她环顾四周, 始终不见渔夫的身影, 她想要在水下寻找, 却发现水面上正飘着一只断掉的手臂, 周围的水也瞬间染成了鲜红, 突然, 渔夫死死的抓住丽娜的手, 丽娜也努力的将它往上拉, 可一个不小心, 两人再次掉入海中, 丽娜拼尽全力的向船上游去, 她转过身刚要拽起身后的男人, 那下一脑丽娜却被吓坏了, 水中的男人还在蹤掌, 丽娜拿起船脚打算向鲨鱼砸去, 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, 看着眼前如此血腥的一幕, 拿着船脚就想要滑走, 可那条鲨鱼却飞速的向着自己游了过来, 情急之下, 丽娜举起螺旋桨, 然后看准时机直接转在了鲨鱼的头上, 终于, 鲨鱼忍不了剧痛转身逃走, 丽娜也贪错在了船上松了口气, 可她还没有缓过神来, 鲨鱼就以更猛烈的攻势向她再次袭来, 船被鲨鱼彻底转翻, 丽娜也被倒扣在了船上, 鲨鱼一个转身向她急速冲来, 她现在的处境对鲨鱼来说无疑是瓮中抓鳖, 情急之下, 丽娜将船苗的绳子缠在身上, 想借助船体来保护自己不被鲨鱼吞掉, 这也是她唯一的办法了, 突然, 脚下却没了动静, 原来尖锐的矛头将鲨鱼刺穿, 鲨鱼抽搐几下便沉入了海底, 丽娜爬出水面, 而就在她的不远处, 也终于见到了陆地, 经历了生死的她终于获救了, 好了, 我是冰糖, 下期视频见, 拜拜。